六点 汴城王 掌理大海之底 镇北方沃礁石下的大叫唤大地狱 宽广八千里 四周另有十六小地狱 长桂铁砂小地狱 史尼净身小地狱 摩催流血小地狱 浅嘴寒针小地狱 歌圣熟摇小地狱 刺网黄尊小地狱 对岛肉姜小地狱 猎皮积累小地狱 咸火碧猴小地狱 丧火拜轰小地狱 奋屋小地狱 牛雕马灶小地狱 劈翘小地狱 劈翘小地狱 啄头脱壳小地狱 腰斩小地狱 剥皮喧草小地狱 剥皮喧草小地狱 世人若犯以下罪事即入此地狱 一 怨天尤地 抱怨风 雷 晴 雨 冷 热 对着北方大小便哭泣 二 偷窃神佛装葬的宝物 刮取神佛圣像上的流金或金牌 随便呼叫神佛的名秽 圣号 三 烧毁图损劝善的书籍 文章 器物 不尊敬爱惜有字之旨与经书 四 寺庙 道观 宝塔的前后 泼洒堆积会晤 五 家中供奉神佛的法像 除灶不清洁 六 不介食 牛肉 狗肉 七 家中收藏违背正理或斜淫黄色的书刊 八 在衣裙上绣上龙凤的图像 雕刻图绘神圣的图像 例如太极图 日月 七星 和和二圣 王母 寿星 所有的上仙 三世诸佛的形象 或万字花样等在衣服器具上 九 浪费糟蹋无骨 十 囤积米粮 期待卖高价钱 犯以上的罪事都发入大叫唤大地狱 再查出所犯的事件性质 分别发配至所应受刑罚的小地狱接受苦刑 其满转戒第七殿 再考察有无第七殿管辖的罪恶 世间的人如能在三月初八 如素 持戒 清净身口意 发誓立愿 今后不敢再犯以上的诛罪 并且能够每逢五月十四 十五 十六日 十月初十 境界步行防释 同时 立愿此后要辗转劝解别人 如此 则准许免受以上诛小地狱的苦刑 请问法师 为什么在衣服上画有日月 太极 或佛像 神像等等图案是有罪的呢 世人须知 这些图像都是宇宙间神圣的表征 而穿着是代表一个人的德行 如果不问自己的德行 随意穿戴使用 不仅涌入神圣内涵 一不小心 恐怕引起世人的误解 甚至悔报 渐渐影响或断送了大众亲近善法 或善知识的机会 这样损失的不只是像财务之类的而已 影响的是世人的法身会命啊 这样的罪过是不是很大呢 好 听完这些地狱罪法 我来讲一个关于偷盗三宝财物受报的故事 民国三年 1914年 鸡族山祝圣寺传春界 由于沙迷叫做真静 向常铸借四十八元设上堂斋 受借后寄回去 借款一直未还 即经所讨 尽未造收据寄给祝圣寺 并复言 祝圣寺某师 已来取回借款 当时薰云老和尚的侍者 成静 愤欲追究 为老和尚劝止 不料成静近于次年感染疫病 婴儿园疾 常驻为其沐浴更衣 换穿新蓝布挂裤 涂皮后骨灰归塔 民国五年 西元1916年 诸圣寺春界期间 真静忽然来到诸圣寺 老和尚不但既往不救 请他当巴银礼师 当比丘坛洒尽后 老和尚刚回室 赵克师即来报告 巴银礼师呼报死 老和尚赶往看世 只见真静倒卧地上 口吐白目 大众正为他念佛 忽然间真静大叫 快拿钱来还长住 真静 你怎么了 曾经尹赞师向我索钱 有什么凭据 尹赞师身穿新蓝布衣裤 曾经你放下吧 个人因果个人当 一会儿真静醒来后 就疯癫失常了 后来老和尚为真静在武斋时 向大众开示 真静之病乃是不明因果 曾经好心讨账 反泪常住不安 尽当中发露 了结一重公案 尽老和尚这么一说 真静的病竟奇迹般地痊愈了 这是上线是因果 明远的悲ourd 去看看 它的悲ourd 幻地痊愿